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64位元领先全球 还新增指纹电视功能较低价位的5C瞄准新兴市场 但苹果股价大跌超过2% 安倍10月1号开版增贺消费税案 预期4月如期开征 百货公司永人潮民众提前抢买商品 标价是否标示含税未税牵动成本 业者大伤脑筋 由于股价过低 惠普美铝美银三家公司遭到道琼除名 由高盛奈吉和Visa取代三进三出 也是道琼工业指数10年来最大变斗 当了12年的国际奥会主席罗格 由现任德国籍副主席巴哈接任 59岁巴哈还曾拿下奥运金牌 而台湾吴金国在第一轮表决就出局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准时锁定TVBS Focus全球新闻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的是 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1点 苹果在旧金山总部发表了新机 iPhone 5S和iPhone 5C 如预期的iPhone 5S除了原来的黑白两色 这次新增了金色 而最大亮点是新增了 这个Touch ID指纹的辨识功能 还有加强拍照功能 每秒10张连拍 增加了双LED闪光灯 这都是今天在发表 新的iPhone 5S里面的亮点 不过苹果第一次也推出了低价的手机 就是iPhone 5C 外传是为了要抢救大陆的市占率 而这一次的彩色的iPhone 5C 首度在大陆要同步开卖 我们看它价格没有竞争力 它在大陆定价人民币 4488块钱 相较之下 以小米机3来做对照 小米机那边只要1999 而华为最新的Ascend P6 价格是2688人民币 都比iPhone这次的定价 还要便宜很多 所以iPhone 5C在价格上 虽然是更便宜 但说到低价策略的竞争力 还差了一截 这也是这次发表之后 所留下来的热话题 又到了苹果秋季发表会 但场面有点冷 酷克的笑容也有点筋 推两款设计 一如外界预期 高阶版的iPhone 5S 以及平价版的iPhone 5C 也迎合不同市场需求 更要抢救过去一年 已经跌掉29%的苹果股价 5S究竟有多前瞻 搭载64位元的A7处理器 速度比旧的iPhone 5快两倍 全新的指纹辨识功能 使用者只要触控一下按键 就能够解锁 榜约价199美元起跳 大约16千块台币 颜色则抛弃以往的黑白两色 改银色 金色 以及太空灰三种选择 大iPhone 5C 才是苹果改变行销策略 走向普罗大众的商品 5C 5 Colors 塑胶外壳五种颜色 硬体规格则跟旧的5S相去不远 掌声有点奚落 因为两年榜约价99美元 相当于3千块台币 实在不够物美价廉 推出平价iPhone 抢救夏华市战率 苹果就是冲着让他痴憋的中国大陆而来 9月20号开卖 大陆首度被列入第一波上市名单 库克在发表会上更特别点名北京 但因为时差 苹果这一场在大陆首度举办的发表会 其实是重播美国的录影画面 想赚大陆人的钱却没有讨好当地媒体 尤其5C保护壳背面 这个苹果得意的洞洞设计 还让不少网友嫌弃 4500块钱买一个上一代的手机 我真的疯了 我觉得对廉价版5C可能有点贵 我觉得我不会去玩 拥抱新兴市场 库克面对的是本土品牌的强势崛起 苹果的转型似乎还不够有说服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亚洲经济市场还有一个话题 今天更热门 那就是日本呢 极有可能在10月1号按照原定的计划 宣布要开征消费税 日本从1997年到现在 这个0.5%的这个消费税的税率 是一动也没有动过 那么因此这次开征 可以说是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在政治面 它考验着一个名气站在最高峰 带领整个日本拿下2020奥运主办权的强势首相 决定在名气可用的时候 加税是否会使它的声望 因此呢大受打击 而在经济面来看的是 这次开征消费税之后 那么日本的各行各业呢 都面临一个头痛的问题 那么究竟是要在大家才刚刚敢开始花钱的时候 把整个消费税内涵 让末端售价提高 或者是拆分 但不管怎么做 现在大家一致的看法 就产业面都是希望价格不动 那么重新呢 先调整自己的成本结构 免得把消费者好不容易走到店门口 又吓跑了 这也提醒呢 往后从10月1号起 要去日本雪拼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注意 以后你买东西 消费税内涵或外加 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确定10月1号要开征 高消费税的报道 要不要如期提高消费税 日本政经界辩论多时 现在最后倒数20天 就等日向安倍拍板定案 8月底安倍找来了60位企业学界民间代表 进行长达6天的讨论会 结果超过7成 有44位赞成如期加税 日本消费税从1997年至今都维持在5% 去年国会通过分两阶段提高 明年4月到8% 后年10月到10% 最新民调则显示 27%的日本民众赞成按照原定计划 18%认为应该延后 35%认为加税幅度应该减小 16%认为根本不该加税 就怕景气复苏中途夭折 日本政府如履薄冰 现在传出安倍内阁 年内将编列追加预算 额度估计至少两兆日元 相当约6000亿台币 但有人认为两兆力道还不够 最后可能高达3到5兆 另外安倍也可能再祭出新刺激方案 包括企业减税补助低收入户 延长国道收费优惠 消费税还没最后确定 但东京新宿的百货公司 已经出现家长带小朋友 抢签选购 后年春天入学用的书包 其他用品也是能买就先买 要抢在消费税增加前买好 不止衣服 以往要到年初才会促销的书桌 也提前半年现在就摆出来卖 未来到日本购物 你可能得注意看标签到底喊不喊税 明年度的春庄展示会上 已经有商家把商品原价 跟消费税分开标示 业者表示成衣商品 大多得在半年前就开始准备生产制作 如果到时候才要换标签 成本可不少 这家大型超市也一样 目前一罐乌龙茶标价138日元 相当约40块台币 但未来计划标示成132元加上税 这样就算消费税再次调升 也不用换标签 但在北海道拓点超过1000家的连锁超商 销售主力是百元熟识区 一年创造40亿日元的营业额 因此说什么也想维持招牌商品的价格 眼看消费税加定了 业者决定从各方面着手 包装也好贴纸也罢 目标降低成本 意大利面的酱汁 改用自家农产生产的番茄 力求产品味道重量不变 维持原有价格 为水价格对商家来说 可表明商品价格没变 看起来也比较便宜 但含税价一目了然 要怎么标各有支持者 虽然仅仅是3%的变化 但消费者可是很敏感 一旦买气急速降温 恐怕将导致景气恶化 因此业者无不战战兢兢兢 10月1号日本央行将公布 企业短期经济调查数据 将是安倍判断的指标之一 日本GDP已经连续三级正成长 且国债早已突破1000兆日元 是工业化国家中最糟 如果这时候不加税 那什么时候才加税 这一步安倍显然是势载必行 TVP新闻综合报道 经济市场上的产业新衰 有很多指标 今天要看的是 道琼工业指数所反映的最新趋向 道琼工业指数这次三进三出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惠普 在道琼里面遭到除名 那么惠普今年虽然股价反弹57% 但最新股价22.27美元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银行 看到它的股价剩下14.91 跟惠普是同样的理由 因为股价过低 被整个踢出了道琼的结构 再来看的是美国旅业 美国旅业在道琼指数里面 占有一席之地长达54年 但现在股价只剩下8.055美元 和2007年的40美元 简直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于是三进三出的情况下面 包括美国旅业 美国银行 还有刚刚的惠普 这三个就被除名了 那么另外三进分别反映出来 目前在全球市场上面 高消费还有服务业 才是当红炸子机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报道 Nike广告勉励大家挑战极限 Nike的股价也牛气冲天 周二盘中曾经攀上每股66.98美元 史上最高点 因为Nike被列入道琼工业指数成分股 道琼工业指数继2004年4月之后 首度出手 演出三上三下 Nike和Visa高盛一起登榜 取代股价偏低的美国旅业 美国银行和惠普 受到激励的道琼指数 中场大涨128点 涨幅0.85% 写下近13年的新高 道琼指数 踢掉美国旅业 原因除了它股价8块美金 居道琼成分股之末外 矿业如今占全美国股市的比重 不到3.5% 代表性低 9月23日正式完成大换血之后 道指的工业比重将只剩下19% 标注了美国经济的重心 由工业迈向服务业和消费品 美国银行的位子被投资银行高盛取代 高盛的股价单日飙涨了3.54% 1990年以来 美国企业税后利润屡屡飙升 公司要生存机会不少 但是要当领头羊 可得跟上时代步伐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有一些商品的产出 是跟它背后的地缘关系紧紧连结的 比方说西方社会公认的传统三大美食 鹅干松露鱼子酱 其中最顶级的鱼子酱来自李海 所以提到鱼子酱 想到的不是俄罗斯 就是伊朗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出现了 Made in China的鱼子酱 它和俄罗斯的来源接近 不过价格相对便宜很多 因此慢慢在全球市场上 已经得到一些肯定 俨然变成了新宠 下面的报道是要带您了解 一个大陆鱼子酱的创业故事 一起了解它如何克服种种困难 拓展原本对鱼子酱 根本不熟悉的中国市场 进而现在跃上了世界舞台 在水里抓鱼的人叫做王斌 他是大陆专门饲养鱼 生产鱼子酱的企业负责人 这约有多少斤啊 大概平均在150多200公斤 王斌一共养殖了 将近50万条的熊黄鱼 长到这么大的有2万多只 这个鱼 一条鱼如果要产产的话 要值到25万到30万 换算成台币 这一条鱼产卵一次价格是150万 在国议市场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也创出了中国的一个我们自己的民族品牌吧 1996年王斌才26岁 就已经是北京一家水产科研单位的副处长及干部 有一次到山东看到鲜鱼养殖 当时鲜鱼一斤能够卖到两三百元人民币 他回北京之后就决定辞掉工作去创业 创业很难是一帆风顺的 王斌开始养殖鱼没多久 市场价格就崩跌 很多人产培离开了市场 但是王斌的想法是 那就提高附加价值 把产品从鱼肉升级到鱼子酱 可是要生产鱼鱼鱼子酱 母鲜鱼至少要养殖七年才能产卵 这七年只养不卖风险很大 王斌后来筹了六百多万人民币的资金 把养殖基地挪到浙江的千岛湖 可是遇到酷暑湖面水温上升 鲜鱼一条一条死了 大家都哭得都是反正是很伤心 有流眼泪的 包括我都流眼泪 闹了三个月的死鱼 大家才想到解决办法 把底层低温的湖水抽到养殖场 才稳住鱼鱼的存活率 终于在2006年生产出第一批鱼子酱 我们进口了一些王斌的鱼子酱 开始向客户推荐 慢慢的人们开始接受王斌的鱼子酱 量也越来越大 到现在为止 我们每年签九到十吨合同 打开国际市场以后 想打入大陆自己的市场 但是发现困难性更高 在上海跑星级酒店推销 整整一个月一瓶都没卖出去 因为大陆主厨 很多连鱼子酱都没听过 有趣的是 王斌有一次坐飞机 旁边正好坐着一家 外资企业的行政主厨 你好 那厨师怎么样去认知这个鱼子酱呢 那你必须要给他一个方式方法 比方说做一些菜 透过这种方法 你好后来帮王斌在一年之内 把鱼子酱卖到上海的100多家高档餐厅 可是当这种方法要运用到北京的时候 却发现不太管用 因为北京对品质的要求非常敏感 王斌灵机一栋 找上一家酒店的行政主厨 欧阳庆隆 他是新加坡人 在业内相当有影响力 我从来没想到中国能够生产好的鱼子酱 王斌知道欧阳庆隆可能拒绝 因此提议盲测 就是把20多款国外的鱼子酱 加上他的鱼子酱 在不知道品牌的情况下 请欧阳庆隆评比 这种做法似乎在考验主厨的品位 有深厚基础的欧阳庆隆 当然不会害怕这种考验 欧阳庆隆的酒店 开始采用王斌的鱼子酱之后 在一年之内成功打进了北京市场 去年王斌的营业额 已经超过台币6亿 在王斌的创业故事中 他虽然花了十多年 做到现在的规模 但是对于未来的竞争者 他也已经设下了非常高的时间门槛 毕竟养殖一条熊鱼 需要七年才能够生产鱼子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继续报道的就是日本的NHK 这次透过家喻户晓的到工作系列商业漫画 以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报道在亚洲领衔的大企业家故事 在台湾选定的是台积电的张周谋先生 全球晶圆代工市占率第一名的依旧是台积电 过去台积电很少让电子媒体进去拍 但是台积电董事长张周谋 这次接受日本NHK专访的时候答应了 所以透过他们的报道 我们看到了整个台积电内部 包括了生产控制中心的运营状况 那么台积电可以由镜头来说明 它如何透过软硬体的并进 创造出专业代工这条世界道路 早上八点 摩托州大军占领新竹的市区干道 目的地是科学园区 全球晶圆代工市占率第一名的公司台积电 就在这台湾戏谷 从日本节目的对白就知道 过去很多人对代工有某种刻板印象 但现在已经被台积电颠覆 全球有600多家客户 关键就在严格的评管 这里就是我们制造的生产控制中心 这是我们这个厂区首创的一个 生产制造控制中心 台积电企业内部过去很少在镜头前呈现 这一次是应日媒邀请才公开 100名操作员24小时的监控状况 拍摄途中生产线突然出问题 原来是发现回路毁损 一般来说半导体制程不良率高 经常要开会讨论如何减少灰尘威力 台积电人才也跟传统代工业大不同 三万七千名员工中有一万五千人 拥有寿博士学位 此外还有一点很不同 他们比传统代工多了庞大资金做后盾 一台要价台币三亿多元的最新生产装置 忙着运进中科晶元食物厂 两年内投资三千亿台币打造新厂 不止如此 今年四月台积电的财报会议 更已经想好下一步棋 软硬体分头并进 他们要来跟我们竞争 那我是绝对是不客气的 代工也要做品牌 制程技术领先对手 台积电走出专业的新道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全球的商业竞争里面 速度经常是决胜的关键 而寻求捷径是每一个在商业竞争里面的要角 认为非常关键的因素 现在您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货轮 它即将首度穿越北极海 从大连开往荷兰的路特丹 这个航程比它过去整整缩短了16天 而燃油费会节省20% 而事实上中国在商业上的布局 是一步步像下棋一样非常缜密 现在大家才了解 为什么今年4月 中国大陆会和冰岛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两边的贸易产值实在相差太多 原来冰岛握有北极大门的 有人说它是开关的重要门户 所以自由贸易协定一签了之后 可以巩固入海的门户 我们先来就要看下面这则报道 使中国进入北极商圈 中国大陆的货轮永胜号 首度尝试穿越北极海 从大连开往荷兰路特丹 这趟北极海之旅 宣告中国在北极海资源争夺竞赛中 又向前迈进一步 而冰岛则是替中国大陆 开了北极海的大门 对北极海野心勃勃 中国插旗动作不断 每年GDP达到7兆美元的中国 和每年只有140亿的冰岛相较 两国经济实力悬殊 但中国却在今年4月 和冰岛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说穿了就是在发糖果交朋友 今年5月 中国也成功申请成为 北极委员会的永久观察国 大陆国内大大小小的团体 也纷纷来北极考察探勘 去年的夏天 中国的破冰船 雪龙号首度进入北极海域 抢滩意味浓厚 另外中国石油总公司 也和冰岛的石油公司合作 共同探勘冰岛东南海岸的石油和天然气 从上海到德国汉堡 船只走北极海航道 要比绕行苏伊士运河 缩短16天左右的航程 还能节省20%的燃油 尽管如此 北极海航道目前仍然缺乏竞争力 冰船和风暴是北极航道的天险 而俄罗斯拥有航道的控制权 船只经过都必须强制 由俄罗斯破冰船引到 一趟费用20万美金 这趟路其实并不便宜 未来俄罗斯还有可能坐地喊价 因为北极海航运平天一向变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往后之后我们都听过救护车 但救护车常常因为各种原因 比方说像交通优色而卡住 救人命是争分夺妙 现在出现了全球第一支非营命组织 救护摩托车 救护摩托车在救护的整个过程当中 扮演怎样极先锋的摊头功能 我们待会为您详细报道 救护S of S 现在全球出现了第一个 非营力的救护摩托车车队 在三分钟之内可以赶到救护现场 他们规划路径的软体 就是之前Focus过的Waze软体 Google已经把它买下 它是由以色列导航软体来设计的 这个理念如果能够通过到全世界各个角落 那么在救护车抵达现场之前 会有救护摩托车队先行 让这个生命的延续和救急能够更为准确 还记得今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吗 当时救护车因为人潮众多 没办法开入爆炸现场 还得靠轮椅将伤患推出场外 但如果当时就有这种救护摩托车 也许更多伤者能抢在黄金时间内 得到及时正确的救治 而想出这种急救点子的人是他 穿着红色背心 骑着装载救护设备的摩托车 他们就是来自以色列非营利组织 联合救援United Hazala Hazala是以色列文的营救 2000名铁马志工大军 成立22年来救援54万起事件 每天处理超过600笔电话通报 救援人数超过20.7万人 17岁那年创办人艾利比尔 投入救护车救援工作 但在以色列交通优色 车子平均10分钟以上的延误 一次因为堵车措施抢救良机 看着一名被噎到的男孩葬送生命 激发艾利比尔成立救护摩托车的理念 GPS定位系统会自动通报距离急难位置最近的五名志愿者 前往救护 结合科技的通报定位导航 并且规划布塞车路径 除了床之外 救护车上所有医疗设备 他们都有 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救治 直到救护车抵达才离开 联合救援的目标是将三分钟的抵达时效 缩短到90秒之内 更希望这种和时间赛跑的科技医疗模式 能够推广到全世界从死神手中 抢救回更多宝贵性命 TBH宣徐坤山宅宣综合报道 随着2020奥运由东京申办成功 大家也再一次的关注到国际奥会 真的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 而这里面呢 最有权力的人换人了 12年国际奥会主席就跟罗格的名字连在一起 现在呢 全帐继续由欧洲人紧紧握着 角逐的候选人有六位 是史上最激烈的一次 最后是由谁当上新奥会主席呢 一起来看 惊喜 拥抱 德国籍的巴哈成了国际奥会成立以来 第八位欧洲籍的主席 巴哈在1976年蒙特罗奥运时 剑籍团体赛摘下金牌 1991年当选奥会委员 2000年开始担任奥会副主席 尽管是运动员出身 他还拥有法学博士学位 当了12年主席的罗格 称赞巴哈是他得力的助手 甚至曾经清点他是最佳基班人 这一次奥会主席选举有六人角逐 是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次 大家都在门外屏息等待时 巴哈沉着地听着别人说话 而代表台湾出马角逐的吴金国显得紧张 用手比着要快点进去还不方便受访啦 结果第一轮的投票没人取得足够票数 先淘汰最低票者 吴金国显来自新加坡的代表出局 第二轮投票巴哈以49比44 五票之差过半数的门槛 坐上奥会主席的宝座 在任12年终于交棒 全场起立为罗格鼓掌 合唱感谢这一路走来的伙伴 当然更感谢的是家人 从雅典奥运北京奥运到卸任前的伦敦奥运 在体育王国里国际奥会主席的地位 可媲美皇室里的国王 卸下责任之后 权证人继续留在欧洲人手上 TTBS新闻综合报道 群球轰打叙利亚的最后一击 美国总统欧巴马在台北时间 今天上午9点钟 在美国的黄金时段对全国演说 美国威胁对叙利亚动武之欧巴马全国演说篇 欧巴马总统你才刚开讲就搞错了 你六月承诺提供给反抗势力的军火 到现在还没送到对方手上呢 欧巴马说因为8月21号 叙利亚政权拿化武屠杀人民 让他放弃不出兵的坚持 但是国务卿却在国会作证时 无意间扯了老板后腿 表示早在8月21号之前 化武已经被使用好几回 果真如此 那干嘛拖到现在才说要打呢 或许原因就出在欧巴马拿不定主意吧 而这场全国黄金时段演说 逻辑跟前后不一致 先说坚信动武会保护美国人 一会儿又说要先寻求外交途径 而说到外交途径 我们得先前情提要 关于美国威胁出兵之凯瑞 嘲讽成真篇 凯瑞这段讽刺叙利亚的发言 被俄罗斯见缝插针 帮叙利亚危机变转机 俄罗斯这段发言 不止盟友点头如倒算 连反对阵营也一致认同 欧巴马总统便一边派国务卿 星期四去和俄国外长会谈 然后一边继续恐吓威胁 毕竟俄罗斯要叙利亚交出话五的提议 看在专家眼里却是 《非评刺叙利亚》 就是因为耗费10日 难怪美国这边会怀疑俄国和叙利亚不安好心 根本只是为了拖时间 联合国安理会原本计划 10号就要举行紧急磋商 却在最后一刻突然取消 因为法国所提出的草案表明 一旦阿塞德政权不遵守承诺 国际就可以发动制裁 替出兵叙利亚留下伏笔 而俄罗斯当然不会答应 所以第一回合的乔氏大会就这样流标 而这处威胁出兵叙利亚的歹息 肯定会拖更久 TVB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冲突以各种形式来表现 来看的是钓鱼台海域 出现了空前的中日对峙的情况 那是因为数量之多 过去前所未有 大陆从8号开始出动了轰炸机 无人侦察机长驱直入海域领空 日本不甘示弱 立刻升空F-15战机因应 情势最紧张的就发生在最近两天 大陆一口气出动了七艘海警船 到钓鱼台巡逸 日本立刻派出保安厅的舰艇 一对一尾随紧定 你们已经庆祝了中国领台 要求你们立刻离开 哪赶得走 日本保安厅船舰舰年的好景 大陆七艘舰艇长驱直入 创下有史以来最多船舰对峙的最高纪录 大陆绝不做事 日本高高兴兴 庆祝钓鱼台国有化的周年青 此次巡航 我方海警船编队 三艘顺时针巡航 四艘逆时针巡航 而日本七艘海保厅巡逻船 始终横跟在我们和钓鱼岛中间 日本海保厅的巡逻船 离我们最近的距离 将是达到了200米 大陆央视缤纷多路 宣扬国威 一组在海上随船采访 一组罕见的进驻海警局 主控室实况转播 而蓝色的标识呢 是日本海上保温厅的船舶 那他们的船呢 一直是和我们 基本上是保持这样的 一个一对一的一个跟踪状态 日本NHK电视台播出央视连线 这场钓鱼台之阵 不只是海上大战 更是媒体大战 日本媒体披心待跃 出动直升机播报 要时刻掌握地方动机 先是轰炸机穿越日本领空 接着又有无人机呼啸而过 逼得日本政府紧急派出 F15战机升空阴影 安倍晋三和习近平 在G20的短暂会晤 没让两国关系解冻 面对大陆频频示威 日本火上加油 不但下达特别警戒令 还考虑将公务员送到 钓鱼台办公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腾村修 今天在议理会上说 日本政府有构党事宜 达成了协议 日本宣布将钓鱼台国有化 让中日关系就此降到冰点 大陆海间船开始频繁 出现在钓鱼台海域 海空联防敲落打鼓 宣示主权 大陆官方统计 大陆海间船一年来 一共巡航59次 平均一周一到两次 最长时间28小时36分钟 宣称距离钓鱼台 最近的一次只有0.28海里 日本媒体更直指 钓鱼台海域遭大陆入侵63天 一年里有259天 大陆舰艇都在周边海域 Long Stay 应该说是有明显的效果 就是说已经切实打破了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单方面实际控制 原生顶沸的故宫 日本观光客变少了 钓鱼台越热闹 周日旅游越冷清 根据日本观光局统计 今年前五个月 日本旅游人数达到87.5万人 成长三成 但陆客大量流失 只来了8.16万 比去年同期下滑27% 旅行社业者拿着账本 愁眉苦脸 得赶快开发新客源了 好日子还没那么快来 周日真相提高 军备规格 在钓鱼台较劲 事关主权与尊严 谁也不急着退兵 要打持久战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有一种茶 装满了天然的谷物 好立刻focus 明天的气象 交给气象专业主播 任立宇 任先生 是的影响我们呢 主要还是高气压 只要是高气压影响 天气大部分来讲 都是比较稳定的 雨呢都是蛮少的 我们看看云土 我们这块比较没有云呢 其实就是高气压了 是最主要影响我们的 那南方呢 虽然有一些云层 在这边活动啊 但是呢 这些云层 它都在南边活动 东西向移动 不会往北边抬的 那么对我们呢 当然也偶尔有一些云层 使得南台湾 偶尔飘点雨而已了 高压影响呢 当然影响了 是最主要 第一个呢 晴朗 紫外线很强的 全台湾各地方 除了有少数中量 其他的都是在过量 还有一个呢 就雨非常之少的 你看 只有南台湾比较容易下点雨的 未来几天呢 仍然是如此的 因为影响我们呢 当然都仍然是以高气压为主 我们也讲了 要等到这边的低压 要过来以后呢 我们的天气才会改变 这个低压倒是要特别注意 已经变成一个热带低压了 快的话 明天就变成个台风 明天到后天之间 会变台风 然后呢 会向着我们这个方向靠近 然后到了琉球这一带地方呢 它会有一点改变的 那么它有可能往北边 移上去 跑到日本 也可能呢 向东 向西边过来 到达台风 台湾地区 影响我们的天气 所以呢 对这个热地压 第一个 它的发展 还有它未来的走向 可真的要特别注意 不过它走得很慢的 那么在影响我们呢 也都是下礼拜的事情了 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个看到 这是12号明天了 明天我们还是 这个高气压的影响 你看它一直升过来 所以呢 天气还是稳定 跟今天差不了太多的 再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 14号礼拜六了 礼拜六我们仍然是 高气压影响的 这个热地压呢 它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台风了 它在明天到后天之间 就会变成一个台风的 当它这样过来的时候 要注意到北边 这个有低气压的 这个呢 如果说 它能够把这个台风啊 往北边拉上去 那么它就 不会影响我们了 那么在 什么时候拉上去呢 礼拜五到礼拜一 这一段时间 是它最主要的时间 拉得上去就离开了 拉不上去就会过来了 所以呢 我们要注意到 主要呢 礼拜六礼拜天 看它怎么样走了 如果往这边过来的话呢 那么影响我们呢 可能在礼拜二以后呢 就会有一点影响了 看看明天的天气预报 首先看到 北部热35度的高温 中部一样也是热 33度的高温 都是比较晴朗的 午后震雨呢 只有南部地区 有一点机会 东台湾呢 基本上也是属于 晴到多月 不怎么会下雨的 有雨呢 也最多是台东偶尔飘一点 所以说 在这样的形形之下 防晒防重鼠是最重要的 另外关于这个热力压呢 它会怎么样移动呢 我们会特别注意 然后呢 随时跟您说明的 好 这就是今天的气象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TVBS Focus全球新闻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地球黄金线